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 早安 今天是安息日 又来到我们的圣经加油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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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开始来 今天我们要攻读的圣经的章节是 以佛所书13到14节 我们一起来攻读 请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名被赎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我为这段经文所下的主题是 慷慨的神 我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认为这段经文最有亮光的是14节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名被赎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当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认为凭据 我去查了凭据 凭据是指押金或定金的意思 上帝将圣灵赐给我们 比得上他 从此我们便知道他是独一 且又真又火的神 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用五个询问法来询问 来看这段经文 有什么需要守的诫命 在这段经文是没有 有什么应许呢 试下圣灵保证我们得产业 有什么可以避免的罪呢 没有 有什么可以应用在我生活当中呢 当我得着圣灵的浇灌 我更要爱惜我的身体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垫 我要远离一切的恶行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他所住的地方 若我不节身自爱 那恐怕在我们住的 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他就会离我们远去 这是我要做的 我要应用的 有关上帝 我对他哪方面有更新的认识呢 我认为神是一个慷慨的神 我们来用结束 祷告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圣经加油站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你是一位慷慨的神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当我们相信你的时候 你就试下圣灵 作为我们的凭据 就是你给我们的一个证明 证明我们会得到那未来的产业 你试给我们圣灵 让我们能够叫我们节身自爱 让我们能够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常常做你喜悦的事 主啊 感谢你 主啊 我要珍惜这份的恩典 主啊 我要来常常来思考 我有哪里 不是你所喜悦的 我所做所为 我要来反省检讨 主啊 我要大大的感谢你 是给我们圣灵 让我们能够有更新自己的机会 感谢主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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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入定显 的感谢主